在四批选手里头没有一位中国选手 是的 王总议长也说明了这个昆仑局的拳台本身确实是一个惨苦的一个 非常惨苦 多少世界冠军都在此折强 第一次比赛开始 我希望下一次比赛的中国选手能够进入到这个前世比赛 是的 我看到双方都是反价的选手 但是尔瑞克他是 可以说是他的强势是右侧 也就是说他是强势前置的典范 但是黑色猛烧为肯定大笔 大家看到是非常典型的派世打法 你扫听 这场比赛啊 崔美老师我们看到 确实维克多纳比对于尔瑞克的这种侧向 侧面站的这种战架是有所准备的 他加强了自己后扫梯的进攻 来进攻尔瑞克的这种 所以说一动员对自己的比赛非常坚持 是的 实际上都有一种 好 我们看到因为上一场比赛 尔瑞克是战胜了路纱杀手带位的西里亚 而且是充分演绎了 他那犹如李小龙般的俄斗的风格 还有犹如小罗伊琼色和阿里一样的非常具有现场的表现力 而且非常感觉到以自己的这种风格为自豪的一位奇才式的格格导手 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尔瑞克想要去如果说是能够再现 他之前和阿尔达利亚选手史蒂夫莫森的打败史蒂夫莫森的这种 非常快的 他以这种直线机攻为主 我觉得恩瑞克的全是非常好的 是的 就像眼镜蛇一般的快进快出 但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黑色蒙兽维克尔达利亚选手 他说如果说是想要让自己这场比赛鉴定胜利的话 一定会去打这种比较偏中距离的这种打法 但是恩瑞克的步伐又十分靈活 這兩個選手其實都監獄了 是的 剛才一個後手的 左手的重拳 是打到了黑色龍手 又是一個左手拳 迪沃皮來追納比 恩瑞克還是使用自己的這種 點射式的打法 雖然自己的側向戰力 但從上一場比賽和戴維奇利亞的對比當中 恩瑞克的後腿的高掃踢也是破具危險 這場比賽恩瑞克如果說是想要獲勝 那他必將要去打亂 影響維克多納格比的這種態勢的節奏 充分使用自己擅長的 類似於拳擊的用法運動 大家看到這個時候已經開始顯現出來了 恩瑞克使用自己非常靈活的步法 讓維克多納格比呢 自己本身的移動 顯得有一些的節奏會受到影響 也就是說 可以怎麼說 維克多納格比想要去反擊瑞克呢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恩瑞克現在為止 他是在 好 第一局比賽結束 好 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 雙方其實我覺得這個防守度比較好 所以呢我覺得沒有完全打開 這個都沒有找到這個打擊對方 或者主要的進攻方式 是的 這場比賽其實賽前呢 也有很多的全民預測 是不是這場比賽 恩瑞克要再次上演 對戰澳大利亞選手 史蒂芬莫森 當時的一種非常 可以說是在場上啊 非常具有表現力 而且是非常自信 而且把這種勝利 能夠一直持續到最後的風格 這完全取決於這個維克多納格的表現 是的 因為大家看到 維克多納是太勢打法 他每次以中擊為主 但是呢 恩瑞克他是以點獸為主 又是後手拳 那恩瑞克常常我覺得他第二局 第三局有時候打得會更出色一點 是的 第一局他也是比較穩健的在示範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恩瑞克呢 他並沒有在場上 有更多的這種比賽之外的表現力 證明他對這場比賽第一是重視 第二他還沒有說是 具有足夠的信心去遏制 維克多納格比 對 他並沒有找到 真的打敗這個維克多的方法 是的 但是現在問題啊 對於維克多來說 他是自己啊 有重機 但是自己的移動 很靈活性 還有移動的速力是要比 稍稍比恩瑞克要差那麼一些 這個今天的維克多我覺得 比以往甚至打得更積極一點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維克多在第二局 有時候他實際上 相對半年後的出權少年 是的 常常第三個比賽是比較好的 因為維克多納格比 從之前啊 和朱約夫的 兩夫跟朱約夫的對戰 能看到 這位選手 他是一個非常善於打正地戰的選手 對 但如果恩瑞克呢 一直採取這種游走 快進快出的話 對於恩瑞克多納格比 他自己的出招 可能會受到影響 我們可以簡單地去 非常一個直觀的這種判斷的方法 就是 在場上誰出招更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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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不僅是要打自己的拳腳的組合的技術 更是一種雙方的節奏甚至是步伐方面的一種類組 大家看到維克多納比是想要去右地 甚至讓恩瑞克進攻自己 給自己採用對拚的這樣一個狀態 但是恩瑞克卻不上當 我不能說進去 因為他非常清楚 維克多納比是一個非常強的防守反擊型的運動員 所以說恩瑞克他 我們可以說叫做這種海盜式的打法 他打了之後馬上就撤出來了 從來不跟維斯多納比打正直戰 維斯多納比的這種後腿的掃踢 雖然是非常具有殺傷力 雖然也有幾次踢到恩瑞克 但是恩瑞克一直不給維斯多納比一個固定的點 好 剛才這個雙方的對決 維斯多納比的戰術起到了作用 高掃踢 來這個瑞克 雙方宣言我覺得全來攪亡 但是我覺得這個贊助意圖 都還不是特別的明顯 是的 我不知道他每一個 他們的決勝局 好 一上來看到 維斯多納比是加快的節奏 左右的低掃踢 來干擾恩瑞克的拳法 對 這個符合這個 維斯多納的這種風格 他第三局常常打得常常相當主動 是的 但是對於這種快節奏 恩瑞克並不陌生 因為本身自己就是一個快節奏的選手 雙方需要在第三盒決出勝負 因為前兩盒我覺得就是比較膠著 是的 男人有一個有特別明顯優勢的這個 看到在身法方面 恩瑞克有著更加靈活的身法的轉換 低掃踢來 自己拿 雙方看到我們非常直觀 在前方看到雙方的邊角 已經都是非常膠著了 我看到雙方的智囊團 都是非常膠著的在吶喊步入戰術 但是雙方的兩位選手 真是 絲毫都不敢懈怠 後手拳 非常奏效來自恩瑞克 這場比賽變成了 恩瑞克的拳法和納格比 腿法之間的對決 恩瑞克更多的用了這個拳法 還做了幾個跳步 我們可以作為維克多納格比的這場比賽 也許可以和祖耶夫進行一個比較 因為祖耶夫雖然也擅長拳法 但是他的拳法風格 跟恩瑞克是居然不一樣的 對 祖耶夫會打一個比較少 但是很重的 對對 屬於拼打性 進攻型的選手 但是恩瑞克呢 我用這種 可以說是快進快出的這種打法 直接讓這個維克多納格比 非常明顯就是找不到自己進攻的一個點 左右的荒動來自恩瑞克 恩瑞克是更靈活 有時候他看起來更像拳擊一樣 是的 自己是強策前置 雖然自己的支撐腿也是多次遭受重擊 但是看起來並無大礙 右手在前 而雙方都是反架的選手 對於後手拳的防範 雙方都是有比較大的機會 而且體能雙方都沒有問題 是的 因為看起來還像第二局一樣 對 因為雙方都不是拼打性的選手 恩瑞克 智能型的進攻選手 維克多納格比 是一個智能型的防守反擊的選手 而自從上一場比賽 維克多納格比成功副頭 主耶穫是兩個人熬戰了四個回合 這個打完以後好像恩瑞克已經哭了 是的 很激動 那今天維克多納格比呢 距離本次的駐鎮之戰 是只有冠軍 只有一步之遙了 但是今天能不能扛過這個半決賽 贏決賽 連續的還有幾秒鐘 就要結束雙方最後的對過 就要結束 雙方最後的對過 我覺得這個比賽沒有發揮出來 我覺得這個比賽比不太好看 兩個 是的 但是今天雙方第三回合的對決 看來還是恩瑞克 有著消息的 我們場上我們的直觀 看起來有一些優勢 特別是在第三局比賽的最後一分鐘 好像這個 維克多的鼻子是不是稍微有點流血 我覺得 是的 剛才有一個打中面部的 使他鼻子流血了 這場比賽 恩瑞克的戰術一波呢 就是要一快打慢 說是一快打慢 其實跟平常人比起來 這維克多大比也是 閃 籃放勝 Battle Blue Quarter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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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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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5 2 5 5 5